手指前 还有一步 那就是踏右 慢慢刷 动作要轻柔 落刷要均匀 这次 年兽怎么没来捣乱 你还盼着他来啊 谢谢馆长 不客气 平度 下次和你爸爸一起来啊 好嘞 再见 馆长叔叔 烧吃好了 我们先回去修补节气仪吧 修好了就去找年兽 年兽还不知道在哪里 连丽丘都推算不出来了 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 真的 在哪里啊 保密 走吧走吧 还保密 我看你是招打 为了防止精灵们狗突然袭击 你们在外面守着 有动静随时向我报告 没有能量 一定是我吃的不够多 看来这些剩下的蒜苔还没成熟 无法转换成能量 老大 有人来了 立下无雨 对头无米 只要来一场雨 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 是啊 雨水中的养分可以加速蒜苔生长 让它们早点成熟 早点成熟呀 要不 我们再等等 等什么等 肚子饿是头等大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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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是这么说 不过我也讨厌下雨 老大不是讨厌红色吗 怎么还讨厌下雨呀 下雨积水 老大就会在水面看到他那张大红脸 神器 神器 听我心意 快快让蒜苔成熟 没反应 神器坏了 在那边干嘛呢 赶紧过来 很软啊 舒服啊 雨瘦 你干的好事 老大 我错了 别打 打手就不摔了 接住我 失手 失手了 怎么 怎么变成这样 这边 这边 过去一点 过去一点 终于修好了一部分 耶 太棒了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捉回年兽了 火把门 出发 都被热死了 吃不成了呀 老大 水来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讨厌的红色 老大 快戴上 老大 快戴上 冲 好酷啊 这下我不怕了 行了 快去提水 好 有意思 好宝贝啊 年兽就在附近 我感受到了 可以啊 青仔 你怎么知道年兽会在这里 昨天天兽来救年兽的时候 落下了两根蒜苔 这帮贪吃的家伙一定有什么目的 所以我推测他们会来蒜苔园 可是 那也不能确定就在这里啊 这里可是平度最大的三塔基地 别分析了 肯定在那边 快 这次不能让他们跑了 已经好多趟了 累死了 这得踢多少桶啊 别拖篮 快去快去 又累又饿呀 老大 老大 他们来了 老大 劫气精灵来了 可恶的家伙 我们要主动出击 老大 我们还是躲一躲吧 也好 肚子饿呀 说不定精灵们能救活这些蒜苔 好主意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年兽太可恶了 我们得救救蒜苔园 我们得救救这些蒜苔园 我可以用雪花给它们补水 冬藏 食物 食物 我再试试 加油 加油 冬藏 哦 哇 有这么多雪 应该可以让三塔快速补水 好像不行 要不 让丽春试试 春天是万物生长最不有生机的季节 春生 今天是我的节气 还是我来试试吧 有道理 你快试试看 下找 呃 好像不行 看来是我最厉害 是年兽 又让他们跑了 别着急 总会抓到他们的 现在 就算太原重要 这真是几时语啊 我们再加把劲 春生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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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哈哈 哇 哇 哈哈 哇 哈哈 啊 哈哈 啊 哈哈 啊 哈哈哈 好大英雄 好吃 好吃 我要打包 如果每次都能快速补充能量 我们就能天天过年了 老大 接下来是小满节气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你这家伙 吃这碗里的还看这锅里的 老大 我这是未雨绸缪呀 好宝 节气基地里 可没这么多好吃的 我想起来了 下个节气的小满精灵没啥本事 好 立下 送路由 赤字插成飞 东军整驾归 倪心朝夜闹 挖进蜜蜂溪 江南地区的立下习俗里 有一种剑似鲜活动 就是吃些这个时节 长出来的鲜嫩食物 樱桃 蚕豆和竹笋 或者因地制宜地替换为 青梅 麦子 豌豆之类 不一而足 小朋友 今天的节气小知识记住了吗 呵呵